各位YahooTV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鄭中基 這次不會發生上一次的事情 因為上一次我真的很胖 那一次是我這輩子最胖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176磅左右 因為在拍電影 然後也沒有辦法跑步練習 所以那一次真的很痛苦 所以這一次我就沒有再接電影 因為真的沒辦法兩個一起做 因為我都不跳舞 但是因為這次做這個演唱會 選了一首歌 我錄完之後 沒有唱過的歌 那首歌是快歌 所以就排了一些舞蹈 那你自己跳舞可以自己打劫 我自己覺得很尷尬 就大家忍一下吧 如果有嘉賓的話 就是在安孔之後 因為我女兒她在香港 應該是唱最後一首歌的時候 出來然後她跟我合唱的歌 然後她就帶我回家 兒子不會說那芭威想要她嗎 她沒有 我兒子 對 她沒有 那你不是說兒子蠻有的 搖眼玉 對啊 她不要就是打分輸啊 她在那邊滾來滾去 誰要看你 學友哥有機會嗎 我問她了已經 我香港的演唱會 我有問她 因為那個時候我知道她 應該沒有在尋唱 然後她回覆就是不好意思 我差不多整個二月都不在香港了 反正我們就找陳惠琳一起來 陳惠琳我不好意思找她 為什麼妳 因為她一直買很多詞 所以上一次 製造浪漫我是跟Ella 而且唱得很爛 除了上次的演唱會 讓她有很大的陰影 她在電影年少日記中 誓言暴躁爸爸 也是讓她嚇到了 我就是拍完那個電影 我就跟自己說 也跟導演說 我就永遠不會再接拍這種電影 所以這種角色 對 因為我看劇本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演的時候 會那麼難的抽離 然後在戲裡面 我對一些小朋友 罵他們的話 真的很難聽 然後也要打他們 所以我每次喊 待會兒你喊卡 我就馬上跟他道歉 我說對不起 對不起 反而那個小朋友還按著 我說我知道是假的 OK啊 但是我心裡就很不少 那打情緒帶回家那時候 有 所以我一回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抱著我的小孩 可能看到我的時間比較少 所以一看到我 他們都比較開心 他們就說 我要跟爸爸做 兩個都在一起 然後媽媽就生氣了 好啦 你們兩個都不要我 好帥 最起碼我們都要 16、7歲吧 但是現在已經 我女兒已經開始跟我講這些了 譬如說吃晚飯 我都會問他 欸 今天學校有什麼事情啊 有什麼好笑啊 有什麼好笑啊 他每次都說 嗯 這個女的很喜歡那個男的 然後喜歡他的程度 到他那天買了7個飲料 給那個男生 我就問他 那你呢 他說我不喜歡 因為他覺得他們很臭 所以你目前還沒有擔心 女人會交給他 目前還沒有擔心 沒有擔心 沒有擔心兒子 那你有擔心兒子 那你有擔心兒子 那我也是 那沒有擔心兒子 那已經沒擔心了 我自己拐心兒子 你現在從哪裡 就有消息了 沒有擔心兒子 你應該會想說 這可能就想著